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6日 星期二 今天是超級星期二 我們繼續關注 全世界的疫情 大陸疫情 最近隱瞞了很多 因為媒體相對少報告 目前廣州累積的報告是153例 當然 信不信 這個數字那麼少 我當然不信 因為中南山爆在向口 他就說 如果不認真防空 正確追蹤的話 這二十幾天 將會有730萬人感染 這個數字一出來 當然是很驚嚇 因為 他一說出來 即是告訴大家 153例是假的 而這個700多萬人感染 這個數字大家隨一隨 現在起碼廣州最少 10萬8萬人感染啦 當然這個情況是全世界 如果是數一數二 可能已經追到巴西 甚至是印度 我們這節要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除了廣州 這個病例 廣東省的染疫 其實上海 甚至乎雲南 也有疫症爆發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 討論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經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老賊中南山透露 目前廣州 累計報告153個病例 根據數學模型 如果不認真防空 正確追蹤 你二十多天 將會有730多萬人感染 因為這個Delta病毒太狡猾了 中共你先公佈了武漢肺炎 你是源頭才有幾萬宗 現在廣州百多例 你就說有700多萬 你說出來 你想嚇誰 還是 之前隱瞞了很多 還是現在153例 這個數字是假的呢 中共病毒的Delta 變種 傳染性很強 最早在印度發炎 為了應對這個變種的爆發 馬來西亞延長了居家令 外爾蘭推遲了重開室內就親計劃 香港 也因為Delta變種在英國傳播 而限制了來自英國的航班 澳洲很多城市也實施封城 美國也有發現 今年的6月初 這個變種 佔美國病例的9.5% 而且好像還有上升的趨勢 中南山說出來是不是嚇鬼呢 當然大陸也是因為疫情十分嚴重的關係 所以 他也是可能想出來恐嚇人 好了 現在 上海 廣東雲南等地的武漢肺炎 中共病毒 疫情再次發生 再次爆發 雲南省4日通報新增的本土確診病例 並發通告說 由5日起 加強車輛人員的管控 所有人員如果不是必要的話 不可以進出稅例 也展開全員核酸檢測 7月5日 中共國家衛健委的網站通報 7月4日 零至24點 總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 以及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報告 總共的新增確診病例 是22宗 當然 這是一天 上海是6宗 廣東是5宗 雲南是8宗 四川兩宗 陝西就是一宗 雲南的衛健委也通報了 在7月4日的全日 雲南省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是3個 而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是5個 所以加上有8個病例 新增境外輸入無症狀感要者是有1個 截至4日雲南省現有的確診病例是64例 無症狀感染者是12例 都是定點醫療機構隔離治療 以及醫學觀察 不過 中共政府一向都是善於隱瞞疫情 甚至乎他們從來都是隱瞞 逢是真相 他們也不會公佈 所以 外界對這些政府發佈的數據 基本上都是十分懷疑 中共的央視 由雲南省 瑞麗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了解到 由7月5日的8點起 昨天 瑞麗加強了人員 進出這個瑞麗的重點區域管理 通告指 由7月5日的8點起 所有人員 非必要的 不可以進來這個瑞麗 當然也不可以出去 瑞麗工作 生活的人 只能夠憑這個有效的身份證 戶口本 或者不動產產權證 才能進入 開展疫情防控的人員 要憑他們的本單位 或者 行政主管單位證明 才能進入 如果有特殊原因需要離開 要經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審批 持瑞麗放行通知書 3日的核酸檢測證明陰性 並掃平安馬 安全馬 才能離開 經過審核同意離開瑞麗的 由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的經理人 辦公室的經辦人 辦理 負責人在瑞麗放行通知書上要簽字 要蓋章 好像日本皇軍以前的梁文正 很誇張 瑞麗卡點 核查無誤之後才會被他走 重重防控 現在大陸那種管控 其實真的令到很多東西出不了 他只是把病例鎖死在某個地方 其實 傳染隔壁左右的機會是真的不大 因為大陸 大家都知道 他們那種真是人盯人的戰術 全城市封鎖 不讓你出入 按道理就很難在 另一個地方爆發 那麼究竟 為甚麼 疫症 還會在上海找到一個本土確診 為甚麼會在廣東省 那些病毒從哪裏來呢 其實 可能是本身潛伏在那個地方的人 很多時候有少少的病 那麼 慢慢變種就變種了這種 會不會是這樣呢 因為真的不知道 如果不是 本身那個地方如果沒有疫症 為甚麼會沒有變成有呢 沒有終生有很難的 是不是 好了 瑞麗說 保障供應和抗疫應急物資的車輛 由一開始 就要從瑞麗的東 瑞麗的西高速公路 採取換駕方式 即是車駕到那裏不可以直接去 因為你的車還沒消毒 你就要換另外一架車 將一枝必需的物資 例如應急物資 食品 必需品 生活必需品 運到瑞麗 市區各個供應點的倉庫 有一個借告大橋 就實行禁止通行政策 原則上是不可以出入 得署情況需要進出的話 是要 經過指揮部的通行證才可以出入 那麼嚴控的這個 管理是不是可以有效防止疫情呢 但是為甚麼 管得那麼嚴 在廣東省 爆了之後 連上海也有 陝西四川 差很遠的地方 為甚麼無端端會發生呢 這件事 其實真的解釋不到 這個病毒 究竟是不是長期存在在大陸呢 此外雲南瑞麗7月5日展開傳言核酸 檢測對象包括瑞麗市的主城區 碗丁片區居民 包括常住人口 臨時的流動人員 外籍人員 以及救援人員 外地來的救援人員 檢測結果就會通過德雲 抗疫情 的雲南健康碼等平台 才會發佈 當地還會發佈管控措施的通告 對離開德雲的人員車輛 一律掃德雲 抗疫 抗疫情 這個數碼 驗證72小時內有 核酸陰性 才可以讓你走 對於 進入德雲 人員車輛 由大陸其他地方低風險地方進來 或者回去 他們也要量體溫 通訊大數據的行程碼 要得到綠碼 才可以進入 大家都知道 所以中共對於這個大數據 他們是如此緊張 因為 每一個人 他可以掌控到你在哪個地方出現 你的位置 你的生活習慣 你早上幾點起床 你吃到甚麼 你的消費習慣 買到甚麼 你在哪裏出入 全部都無所遁形 所以 你想想大陸的犯罪 那些罪案 照計沒有可能會發生 甚麼都會抓到的 但大陸為甚麼會抓不到呢 原因就是 中共本身 就是罪惡的拍手 所有那些犯罪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由他們官方去掌握 去操縱 甚至乎直接指揮 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如果不然沒有可能破不了案來拐大案 為甚麼會拐到人 所有事情都監控得那麼嚴密 連說那些什麼名字 schools need to correct 那麼 也不知道 也知道 或者是習近平 可能會有罪案發生 嚴格地說 當然 中共是一個隱瞞的國家 對於 真相 是處處隱瞞的 因為真相 是令到他的謊言大國 是沒有辦法統治下去 這次 我們可以從大陸的 一年多的對抗疫情 你可以看出他那種 嚴密的監控 是比起前蘇聯 是更加嚴密的 甚至乎 他嚴密的程度 是以超出 歷史任何一個朝代 你完全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動 所以我們才會了解到大陸為甚麼有部份的人是不是真的是小粉紅呢 甚麼都有 所有事就把他上綱上線 其實 他們 在做一些 國家允許之下 的攬炒行為 當然他看到這個總加速師習近平 加速得那麼厲害 我們也幫忙加速 我們攬炒了 把所有外資 起碼把所有港資 全部趕來中國 把所有外資全部踢出中國 等到所有資金 不敢再在中國投資 自然工廠倒閉 自然企業倒閉 所有內循環 中國也沒有辦法做得到好的 遲早大亂 這個 其實說起來也很可悲 但是在中共那麼嚴密的管控 其實 他們只能夠想到這些方法去對抗 疫情也從疫情也看到 政治的風向 政治的形勢 是多麼 險峻 或者是多麼 比較悲觀的 這一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